欢迎收听MoneyDJ台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产业大小事 大家好我是乙忠 大家新年快乐 最近大盘再创新高 如果万八的天花板要变成地板 然后再创造一波行情的话 除了全职股之外 如果股价是低基期 而且基本面即将迎来好转的族群 就很大的机会是市场下一个追逐的焦点 今天这集要介绍就是符合位阶比较低 而且族群当中又有一些公司是很有机会的 这个族群就是机壳厂 机壳厂这几年给大家印象 其实有很多的负面消息 像是手机的市场饱和 然后红色供应链的崛起 像是力讯他们的动作也非常的积极 这个产业感觉好像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 不过这集节目我们要来破除这样的迷失 其实有一些机壳厂 他默默的在耕耘 已经找到产业发挥的空间 像是电动车 伺服器等等 这些未来数年都还蛮确定 他会持续成长的产业 是这些厂商他们有抓到了一些方向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来找出 机壳厂当中的潜力股 那我们先请到主跑机壳产业非常多年的银子 银子跟大家讲 谢谢你要说非常多年 真的很感谢你 不会 那银子呢 过去手机的市场其实大好的时候 机壳厂很风光 但是后来有红色供应链的疑虑 然后又沉寂了下来 那机壳厂这几年是不是很像在洗三温暖一样 对宇宙刚刚提到那个机壳厂这几年 就是红色供应链啊 然后整个产业就是往下挡 就是让我感触真的还蛮深的 因为市场上就是大家都会知道说 iPhone机壳的供应商就是可成红准嘛 这个比较有名 那像可成是后面等4G的时候 然后才切入iPhone的 所以它的崛起是还蛮 那时候起来的时候 它的获利跟营收是还蛮突出的 所以它那时候2015年的时候 市值曾经是达到台币3000亿元 那个时候对 就是像宇宙有跑品牌厂嘛 它那个时候的市值是还比品牌厂滑硕还高 真的是做品牌厂的要哭 对所以就是一个做零件的 然后它市值还可以比做品牌的还高 就是真的很狂 可是后来就是像宇宙说的 因为手机就是进入高原期嘛 然后你像它的外观 基本上其实看来看去变化也都不大了 那等于说 就变成说这个机壳产业 它的那个附加价值没有那么高 那再加上说如果我们用供给面的角度来看 因为机壳这个产业 就是金属机壳这个产业是比较高资本 然后高技术密集的 所以过去在这个手机整个起来的时候 它们都已经大幅的扩产 然后再加上说 这个产品它们就是像iPhone的研发 其实它是需要耗用到 每一家公司都很大的一块资源 像那个iPhone它们过去就是忘记是忘了下半年嘛 这种明星产品 你就必须要在上半年就开始提前为客户的忘记 去预留产能啊 然后去招人啊 买机台买设备 所以你等于就是说 你一定普遍上这些一线的机壳大厂 它都会有客户集中度很高的状况 那当然就是产业的竞争就会很激烈 资本大然后又绑客户 对对对 然后更雪上加霜 就是红色供应链起来啦 然后所以就是像前几年 其实那时候大家产业炒的 就是应该说产业那时候提到一件事 大家都觉得蛮不胜唏嘘的 就是后来可成把它生产iPhone 即可的这个大陆这个泰州厂啊 就是卖给大陆的厂商蓝丝 那还有刚刚仪宗提到的 就是力讯也要起来了嘛 所以力讯那时候也是传说 应该说它一直都有在传说 好像有兴趣要切入即可这个产业 那虽然说目前大陆厂商在技术啊 还有生产管理 就是跟台湾这些机可厂 还是有一段的差距 可是其实这个威胁就会一直都在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大陆厂商进来就是要价格竞争啊 所以市场可能就变得无力可图 也相对的就会觉得机可产业 比较没有的想象空间 OK 就是一般大家比较熟知的台面上的机可厂 就是刚刚提到的 规模比较大的 就是像可成红准 不过市场已经没有给这个手机产业太多的期待空间嘛 那现在的焦点都转向下一波会爆发的应用 像是电动车 那其实像影子跑产业应该都很清楚啊 就是公司的量体它越大 它虽然有经济规模的优势 但是这个也会很像是一艘航空母舰一样 航空母舰很大一艘嘛 它一旦要转弯的话 也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才能够转得动 那这时候呢这样的规模优势反而会就变得有点像是包袱 然后那反而就是有一些规模比较小 然后同时掌握一些技术或者是know how的厂商 那它要转身呢会更加的灵活 小巧有弹性 那就更容易抓到这个市场的机会 对其实刚才提到说可成跟红准 他们也是有在布局比如说电动车啊 医疗5G或是一些新的领域 但是就像一种说的 你规模太大了 就是它就算营收有在贡献 可是那个贡献其实不是很明显 这样丢到大海这样子 对就是好像是觉得 嗯好像还是大家都还是会觉得是 它还是做手机啦 就你不会先来把它连结直接跟电动车做这么深的连结 那反而就是像刚才说 如果你是一些走立基市场 然后你去避开红海竞争的 比较小的规模的机壳厂 它会更容易去抓到一些产业的成长 然后结果营运就会有一些新的转机 那像现在我要介绍的一家公司 它的古号是6235就是华福 那它是强顾电脑大厂神机它的子公司 这家公司过去也是跟可成跟红准算是同一 也就是它做的是笔电的那个美铝合金的机壳 那可是它后来就是跨入电动车领域 然后现在它车用的比重已经达到它营收的八成 哇那么多 对而且厉害的是它车用的八成里面 大概有快一半都是电动车的贡献 那它的客户啊就是像是欧洲的一些高阶的车 像什么ODI啊BMW啊 那电动车就是大家熟知的那种 就是北美的那个电动车大厂Tesla 它主要出的是像中控台或是仪标板啊 影音资讯娱乐系统就是用在车载显示器的支架 那它的核心技术叫做半固态触变成型 就是SISO Molding 这个SISO Molding就是半固态触变成型这样的技术啊 它是它用在车用的话有什么样的特点 嗯这边就是要特别的提到 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这个技术呢 因为它这个半固态触变成型它的材料是用金属 可是它的做法是有点像是用塑胶射出成型那种制程 它只是把它换成用铭合金去射出 那它这个制程的优点就是它做出来的零件的致密性很高 所以就是可以兼顾轻薄跟强固性 那这件事就是这几年在车用的轻量化 还有电动车领域很强调的事情 而且这种射出成型呢 它就是可以做到比较复杂的外观设计 所以其实是优点蛮多 不过当然也是有一些东西是 呃厂商在做的时候会需要考量 就是说它在它的配方啊 然后材料的特性掌握 还有一些制程的温度啊 模具等等都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要达到一定的良率 它的门槛比较高 那所以它都会用到一些相对比较高阶的车 或者说一些比较复杂的设计上 可是因为这几年就是 像刚才提到那个自驾跟电动车 其实会带动各种各种的那种 显示器的需求增加 就是用在车里的显示器 所以你整个驾驶舱的面貌会改变很多 那包括你原本的中共台 你也会需要整合各种资讯 所以它会越做越大 变大 对对对 面板越来越大 没错 所以你以前可能就不需要说 就是这么强调零件的轻量化或是什么 那现在就会对于既要轻量化 那你又要高强度 在这种结构件的需求 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刚刚影子讲的这个技术 Sysol Molding 它刚刚有提到一个 就是它有点类似像 塑胶射出成型的那种技术 但是它是用那个金属 它的原材料是用金属 所以各位就可以想象到 就是它的那个金属跟塑胶的那个材料 是差异是有点大的嘛 那它要把它做到这样子 温度啊 或者是它的外观设计 要把它弄得很好 是需要一些 有一些技术难度在里面啊 那我就会好奇说 这个技术是只有华弗做得出来吗 嗯 就是目前台面上 就是在这些挂牌的机壳厂里面 它算是独门啦 因为半固态出变成型 听名字就知道 就是你的那个液体 就是金属啊 它要处于一个 介于固态跟液态的状况下 然后你要控制得很好 那华弗 这个技术其实不是华弗创造啊 它是1980年代末期的时候 被提出来了 只是说华弗 大概是从1993年 它就开始投入 所以就是也是 投入了非常久 这样大概有30年了吧 那这个技术刚提出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理论性质 它等于就是华弗自己 硬生生把它这个理论 落实到就是量产 算是很厉害的 那所以公司就每次 法说都一定会提到这个技术 而且都会跟大家在介绍 而且这个技术 一定会放到他们法说 会简报第一页 就是要让他 就是技术 就是我们有这个技术 不要忘记了 对 那等于说 这个Sysol Modding的技术 原本可能是比较取高贺寡啦 然后但是华弗 那很早就掌握这个技术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大量的应用 那其他的厂商呢 也没有投资这个技术 那现在电动车的中控台 大型化的趋势开始出来了嘛 那让就让这样的技术 找到发挥的一个舞台 也会让就是华弗这家公司 在电动车产业开始 准备要发酵的时候呢 就可以先跑在前面 那同样呢 也有做电动车的 股票代号5243的以胜呢 它有什么样的差别跟华弗 对 刚刚有提到华弗是神机旗下的极客厂嘛 那以胜KY它是红海的旗下的做机构件 那它过去是做模具跟做TV的机构件起来的 它现在你去看它的营收比重 其实电动车也是超过它营收三成 那它算是台股里面电动车成分很纯的 因为它的主要客户也是Tesla 它做的算是体积会比较大的冲压件 就是像用在一些电池的机构啊 或是说车身的结构啊 然后它的生产基地 因为它做的是体积比较大比较重 所以它的生产基地是在墨西哥 就是它比较需要去贴近车厂客户所在地 那它现在最近它就有公布说 它要在墨西哥的中北部要盖一座新厂 其实就是考量说 交通要去Tesla的那个德州新厂会更方便 这家公司它的利益应该是说 它强制在全球化的布局这一块 所以公司在大陆啊 然后马来西亚 越南 还有墨西哥 还有欧洲这些地方都有设厂 等于就是全球都有点啊 所以你客户比如说你要弹性化的生产 或是说你订单要指定说 哪里下 然后哪里出 它都可以 几乎都可以配合 然后还有像汽车跟伺服器这些产业 这几年其实都是有些在地化 或是那个产地要求嘛 所以其实这两块也是以甚 可能这几年成长比较多的应用产业 然后它今年还多了一个题材 就是它切入那个低轨道卫星的 地面设备供应链 所以算是就是题材比较多的公司 同样是做到电动车 刚刚提到的华府 它是有特殊的成型技术嘛 所以它主要是应用在中控台 那以甚呢 它有全球化的多元产能 然后它是以模具起家 所以做的是比较大件的产品 那因为东西是比较大件嘛 所以它是跟着客户全球跑 那就是在跟客户全球的产能 有不同的分布这样子 那另外呢 以甚它有做伺服器 还有低轨道卫星的题材 那讲到伺服器呢 其实伺服器也是未来成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 那以甚除了电动车呢 也有做伺服器 那我知道还有另外一家机壳厂 那股票代号8210的秦成 那这家公司呢 它也是做伺服器机壳 那这家公司 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秦成 它其实 这家公司是做DIY的电脑机壳起家 那刚才有提到就对它跟以甚一样也有做伺服器机壳 可是它做伺服器做得更深入 那秦成的伺服器机壳的营收别的就超过九成以上啊 那主要的供应就是一些白牌的资料中心 所以它终端的大客户 就是其实大家都很熟知 比如说想算什么Google啊 亚马逊啊 然后还有一些大陆很大的伺服器大厂 或是一些那种网路服务大厂等等 那以甚的跟秦成的角色不一样的点是 虽然以甚同样也是做到那种美国云端服务大厂 这些伺服器的订单 可是以甚它比较是只做OEM这个角色 就是它会聚焦在单一 然后规模量比较大的机种 可是秦成其实是在伺服器领域是做到JDM的角色 JDM就是可以做到跟客户共同开发设计的意思 对对 秦成这家公司它做的东西比较难懂 是因为大家会觉得 不是就是单纯出零件啦 可是其实不是 因为伺服器是一个每一代会一直迭代更新 然后它牵涉的各种方方面 跟很多技术都会有一些相关点 所以像秦成它其实是跟Intel AMD这些CPU大厂 它是一直维持很紧密的合作关系 它能够很清楚知道 就是晶片厂每一代的眼镜 然后你搭配它这样的眼镜 你的机构建议要如何去做一些设计啊 然后它也会因为客户的下一代的眼镜 客户会提前跟他们告知 那他们就会去跟客户共同去设计 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所以当一个新的伺服器品牌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能够很迅速推出一些相对应的产品线 那像去年那个亚马逊导入 那个Intel的挥持平台的伺服器 这个就几乎就是秦成独家在供应的 所以可以说它就是 相较于其他的伺服器机壳厂来说啦 秦成它是有品牌力的 而且因为公司它主要就是做摆排资料中心嘛 那所以它的营收成长是优于 这个伺服器产业的平均的 然后值得注意是这家公司就是 从2016年开始啊 就是每年的营收都在创高 这边有讲到说 它的成长都会优于伺服器的产业平均 因为主要就是它做的是白牌资料中心 那这几年那些刚刚讲的Google啊 FB微软这些云端大厂 他们都一直在建置他们的 Data Center资料中心 然后相对的一些企业客户啊 或者是大公司 比如说Netflix 我们大家平常来看的那些 线上的串流平台 他们的资料中心很多都是架设在 刚刚讲到那些白牌 那些大型的云端网路服务公司 所以他们的伺服器的 资料中心的建置的需求是非常大 所以也就是说 它如果接到这些客户的话 它的伺服器的成长幅度 会优于产业的平均 那同样呢是做到伺服器机壳 所以刚刚透过刚刚介绍里面 其实有一些MEGA 那秦城跟晶片大厂合作关系密切 所以他参与了每一个世代的演进 所以有最新的平台推出的时候呢 秦城呢 基本上都会受惠程度最大 算是比较纯粹的伺服器机壳厂 那如果大家认为说云端伺服器 是未来数年都会在成长轨道的 一个趋势产业的话 可以多留意秦城 那乙胜呢 他的伺服器比较是做OEM 但是他有像是电动车 低轨道卫星这些 题材比较丰富的一个公司 另外呢 我在做这集节目的时候呢 有去看一下机壳族群的毛利率 那我发现去年以来 就是2021年 他们的毛利率普遍都不太好 那这应该是跟原物料的涨价 应该是有一些关系 那这个族群后续的毛利率 是已经落体了吗 我们要怎么观察 对 宇宗说的对 他们去年的毛利率的确就不太好 所以反映在股价上 就真的是低机器 因为机壳啊 就刚才提到 它是主要是 就金属 我们现在提到都是金属机壳厂嘛 所以他会用到比如说 铁啊 铁啊 钢材这些金属 那这些金属 其实去年的涨幅都很凶 所以他们去年来到 来自这个原材料的 这个成本压力都很大 可是零组建厂 他们通常是无法 马上跟客户去反映价格 你可能需要几季的时间 或是说 你有一些新的设计出来之后 你才会根据目前的原料 去调整你的成本结构 有些时间差 对 有时间差 然后秦宠 它算是去年 soffer比较深的 像它以前的毛利率区间 大概是抓25到30% 可是去年单Q3的时候 结出来不到20% 然后像乙胜啊 它去年Q3的毛率出来 也是蛮惊人 就是比2020年的同期 就掉了超过7个百分点 可是反而那个华福 华福它去年的毛率 还比2020年好 可是这个优点是激起的因素 因为它 它是做车用的 比重超过8成嘛 那它2020年的时候 上半年有受到 欧美车厂停工的影响 对 所以反而去年的营收 都因为有达到经济规模 然后去年的毛利率 结果也有改善 不过就是整个产业看起来 去年的确应该是最差的状况 那秦宠也是公司在法朔会 其实也在跟大家沟通说 今年起毛利率 它有机会慢慢回稳 那乙胜 它不如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这个族群的毛利率 最坏情况已经过去了 那从今年2022开始呢 可以慢慢的开始反映成本的压力 那毛利率呢 也有机会落底回升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 这几家机壳厂呢 都有抓到一些成长中的产业趋势 像是电动车 伺服器 低轨道卫星 那接下来的彩蛋时间呢 因此会用本益笔 以及价值投资的角度 分析这当中 可能被低估的公司 那就进入我们的彩蛋时间 这次提到的华福啊 乙胜KY跟秦城 都是规模比较小的机壳厂嘛 那过去大家就会把它列在 二线机壳厂 可是他们靠着利基型产品 这几年都是转型比较成 比较有一些成效的 那华福跟乙胜KY 刚刚有提到说 他们是分别隶属神机集团 跟鸿海集团 而且都有电动车的题材 然后华福它去年马鞍山 一场的新产能才刚开出来 那公司就马上宣布说 他要盖马鞍山二场 所以市场会解读说 他后续看到的订单动能 是很明确的 那未来也是渴望收回 这个电动车快速成长 然后乙胜呢 除了是跟着这个 Tesla的订单成长 因为它也是电动车的 比重很纯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 有想象空间的题材 就是鸿海集团这几年 积极的去切入电动车领域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乙胜他坐电动车的时间 比较早 他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那又是集团里面 主要的机构建厂 所以这个想象空间就比较大 然后刚刚提到的 乙胜跟华福 都是有电动车的题材加持 那电动车族群也是 台股中相对这几年 较为活泼的 所以可以观察说 乙胜他的PE 就会比其他的机壳通业好 那华福他是 这几年的财务体质 比较明显的改善 然后电动车的比重 也持续在提升 所以可能也有机会 获得市场重新评价的机会 至于伺服器呢 就是要看秦城嘛 秦城就是有伺服器 跟云端的题材 那我真的觉得 秦城就是 伺服器族群中的 遗珠之汉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首先是秦城 他的营收的成长性很好 那有提到说 他营收几乎是年年创高 而且他每年的成长 都优于产业的平均 那他的鼓励呢 也是会跟你的获利 稳定成长的 所以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发现 就是秦城一来 他的ROE 几乎都维持在20%以上 这个是机可产业名列前茅的 那再上 如果把今年的获利 我们纳进来看的话 如果用法人预估的 今年的获利来看 他现在的本益 比大概也在10倍上下 是属于整个 伺服器族群里面的 PE相对较低的 这期节目呢 我们从第一位阶切入呢 找到机可族群 那这当中呢 在挑出中小型 转身比较灵活的厂商 那像是华府 乙胜 秦城 那透过影子 对这三间公司 特点的分析呢 大家对机可族群的基本面 相信应该会更有方向 那进入呢 这周的回复留言时间 好 那首先呢 是那个 枫糖饼干 加热可可 那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有提到说 谢谢MDJ团队 然后还喜欢研究产业 特别是喜欢新的趋势 然后再去找投资标的 因为呢 最讨厌忙来忙去 结果白忙一场 所以买股之前 一定要做好研究 那然后呢 就像我们说的一样 我们提醒的一样 就是要找到 好的时间点投资 对自己负责 所以能够遇到 你们节目 我真是爱死的 超棒的 省了很多 自己摸索的时间 那其实我们节目的设定呢 真的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产业的讯息 一起做研究 然后也知道大家平常上课 上班时间都很忙嘛 所以希望透过我们第一线的采访 能够帮大家省下一些摸索的时间 然后再来回复的是 这个用户的名字是 Y-U-A-N-S-S 他说 心结万万 你们很棒 团队很用心 真的很棒 五星刷起来 推推推 银子美声小天后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用户 也是在夸奖银子的歌声 他是L-S-L-F-D-J 不可以念错哦 没念错 我们常常念错他的名字 他说不但专业内容好听 银子的歌声也超棒 耳朵怀孕了 Money DJ可以请银子入手 片头曲或片尾曲吗 好的 我们都会转告心结万万 还有跟银子讲说 大家希望他能够多唱歌 这样子 真的 片头曲片尾曲可能会 就是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没有给他们压力 然后再来是那个 想飞的韭菜 然后他提到说 他是第一次来留言 然后就献给MDJ团队了 然后谢谢你们让小韭菜的 我能够认识 更认识台湾的产业 谢谢你 就是未来也要常常的留言 然后继续给我们支持哦 然后再来是 我们全家人就是要吃泰国虾 然后跟Mirage 然后秀GG 燕子乱飞 凹丹王 灵赏 然后探大钱 然后 CHANG YI 这好像是张仪 什么 这是我前面的这两个字 1119 这不是我留言哦 然后CH1郎 然后世界的窗老朋友 谢谢你们的支持留言 Roommates 然后庆祥粉 来签到PART2的 Nisa Liao 还有台北小谷民 都有提到 那个银池的歌声很好听 那台北小谷民 有提到 银池的本业是歌手吗 我们也许我们未来会开一集 让银池来好好聊一下 他的歌手的成长之路 然后再来最后是 那个Ron Jay 他有提到说 很喜欢庆祥跟银池那集的 微轻松的氛围 他觉得很舒压 他觉得时间拉到40分以上 也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团队 也常常在斟酌时间的长短 怕太长 大家会听下去没耐心 大家也可以留言给我们一些意见 觉得这个时间长度 大概要怎么分配 或者是你觉得 怎么样时间长度是你们 可能你们在通勤 或者是你们上班 偷听 或者是怎么样的过程 你们觉得哪个 怎么样的时间长度 是你们觉得比较OK的 那可以回复留言给我们 好了 这集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新的一年 我们团队会继续推出 很有诚意的节目内容给大家 那大家一定不要忘记 多多帮我们分享 分享呢 其实对我们的帮助真的很大 那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